这是发生在2001年河南的一起真实案件 不仅轰动全国 更令人文之色变 男人将麻袋扔在地上 命令眼前的女人钻进袋内 女人浑身颤抖 害怕地连连后退 可男人根本不理会她的求饶 抓起她的头发 用力地往麻袋里塞去 然后倒拖着离开了屋子 她穿上水靴 换上屠夫的围裙 面目表情地拿起了木棍 呆滞在一旁的小青深枝 迎接那个女人的 将会是木棍下的惨死 就在九个月前 她和大部分的社会底层女人一样 被生活压得苟延残喘着 离异的她 为了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不得已选择了做印照女郎 这天深夜 她像往常一样接了客人 但这一次的男人却不同以往 她文质彬彬 看似人畜无害 到了车上 小李聊起了前段时间的女技师失踪案 问对方深夜接单 难道不怕遇到恶魔吗 小青听到此话 不免有些许担心 但两人很快就到了地方 本想速战速决 却见对方拿出捆绳 说想玩些不一样的 此刻她的内心 早已害怕得无法言语 但还是强压着紧张 借口先去洗洗 到了厕所 她赶忙给经理打去电话求救 但她也深知 自己不能在这里苦苦干等 她小心翼翼地向外走着 可刚拧开房门 小李凶狠的脸就映入眼帘 等经理带着打什么感来 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小青在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捆绑着关在一间铁楼 而牢房外的三个女人寺早已习以为常 正若无其事地吃着饭 不知道过了几天 小李将她放了出来 边让她吃着饭菜 边叙述着她的家庭情况 淡定告诉她 如果乖乖听话 那么她的家人就会平安无事 反之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天 小李开车带她来到室内 将一副窃听器递给了小青 命令她将其放在内衣里 自己则会通过耳机监听她的行动 是的 她再次做回了老本性 但不同的是 她的所有收入都只是拿来上缴保平安 然而 属于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女人四肢被捆绑地趴在地上 而一旁的男人正淡定自若地做着准备 她拼命挣扎想向外求救 可恶魔终究没有放过她 这已经是小青被抓来凌辱的第十天了 期间她也试图求救 可冷漠的路人根本没过多在意 这让她险些命丧于此 因为家人的性命也受到威胁 所以柔弱的她只能乖乖沦为赚钱工具 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持续了九个月 小青的逃跑意志早已被谋灭 可这天她像往常一样被安排接客室 等待她的男人却与以往不同 她事后若有心事地想说点什么 可却欲言又止 甚至流起了眼泪 小青本没有多想 可到了门口却猛然回头 她意识到这个有情感起伏的男人 可能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她将自己被绑架的事写在纸上 祈求男人替自己拨打写下的号码 可男人以为她这是什么新版的仙人条 怒骂着对方赶紧滚蛋 本闭目养神的小李被争吵生惊喜 他察觉到事情不对 赶忙向房间赶去 小青讲自己被囚禁的地址告诉男人后 慌忙地吃下纸条 等小李赶到房间 一顿巡视后并没发现一样 小青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可回到车上 小李却让她去便利店买个雪糕 实际上 这正是试探对方是否彻底归顺于自己 见小青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 她放下心来 睡完 她没有让对方再回到铁楼 而是跟自己睡在了房内 第二天 她还是将小青关了回去 可刚一坐下 牢房内的被关最久的女人就走了过来 她早已神志不清 将小李当成了自己最深爱的人 从没离开过铁牢睡觉的她 怒骂着小青竟敢勾引小李 甚至还动手打了她 小李恶狠狠地盯着女人 紧接着就将她塞进了麻袋 拖出牢外 几声木棍敲击的闷响 几女人的惨叫声后 麻袋渗出了鲜红的液体 与此同时 足遇店内那个小青求救的男人 正在吹嘘着自己机智地躲过了仙人条 说吧 还不忘展示对方写有求救号码的卡片 可就在她随手丢下时 地旁的男人却瞪大了双眼 因为卡片上的电话正是自己的 她就是曾经负责小青安全的经理 此刻 终于该轮到恶魔开始害怕了 你绝对不敢相信 同为囚禁的女人竟会被内卷而死 他们除了遭受男人每天的领辱外 还要外出挣钱 神志不清的女人为对方争风吃醋 却被她活活打死 小青被囚禁在这里已经九个月了 这天 她曾经的保护人得到求救信息 带着五名打手找了过来 就在囚禁地附近的胡同里 他们向路人问了路 好巧不巧 这正是囚禁女人们的小李 当对方说出地址后 她故作镇定地胡乱指了路 然后慌张地回到了家中 这一刻 她再淡定不起来了 深知对方迟早会找到这里 她决定放手一搏 随着门把手的转动 几人走进屋内 可就在准备解决这个恶魔时 突然灯关一按 剩下的是惨叫及武器碰撞的声音 等画面再亮起后 六人无疑幸免地死在了小李的斧头下 可他的一只脚 也因此受了重伤 几天后 他又带着小青出了门 可这一次的小青到酒店后 看着空荡悠长地走廊 他意识到自己逃跑的机会来了 丢掉窃听器后便开始逃亡 小李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等他进入酒店时 对方早已逃之夭夭 他一瘸一拐地在街上走着 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小青 很快 他就注意到了一个台球厅 走进后 神色慌张的店员让他更加笃定 他眼神凶狠地盯着对方 店员极度害怕地看向了门外 小李没做过多的停留便走了出去 确认对方离开后 小青走了出来 慌张地借过手机 顺利报了警 以为一切都结束地他回了家 想看看年迈的父亲是否安好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具满是鲜血的尸体 而一旁的小李也早在此等候多时 此刻 没人能明白他内心的绝望 是失去家人痛苦 还是一次次地逃跑失败 小李再次将他抓了回去 但这次 他又穿上了水靴 系上了屠夫的围裙 让小青在麻袋里永远地待着 故事的最后 警察们找到这里 制裁了这个猖狂的罪犯 也解救出了剩下的两个女孩 如果有人在路上突然向你求救 你是会勇敢地站出来 还是会逃避得置之不理吗